爸 你回来了 我去给你吃 别别别别 我不吃 我马上还得走了 爸 你别走了 你就回家吃一口吧 爸 你别跟妈妈生气了 我吃不下 你好好吃吧 爸 你别走了 这孩子都跟你说半天了 别没完没了啊 谁卖没了 我吃不下 你听不明白吗 这卖儿卖女的饭 我吃不下 你说什么呢 爸 什么叫卖儿卖女啊 托福 你妈送她去美国啊 当然啊 她不是初三吗 去美国念高中 她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呀 我这不是初三吗 学习压力比较大 还最近学习成绩又有点下滑 心理压力大 而且还得了一个叫 好事焦虑症 你知道吗 我们就想给她送到美国去 我给你嫂子上来 换个环境 也可能这样学习成绩就能上来 身体能力能好一点 知道吧 好 他接着我跟你说 我们一合见 把学校都学好了 就在你们家附近 这样呢 朵朵呢白天到学校上学 晚上呢就到你们家 住在你那儿 我们也就放心 你哥和嫂子呢 不想打架你 就想去找个嫉妒学校 在那儿住了 在那儿上学 后来我跟你妈一听 极力反对 说干吗呀 你守了个姑姑 这么好的条件 干吗舍弃求援呢 对 所以我们极力反对 说服他们俩了 然后就准备把朵朵住在你们那儿 在那儿上学 爸 这太突然了 我接受不了 文静 我跟你说个事 医院这边还挺麻烦的 就说可能想把我调到林县去挂置一年 先回避一下这事 或者在医院先坐冷板凳 这么等着等候处理 不是 你们医院怎么能这么处理呢 那这样的话谁 谁还敢当医生啊 我这么耗着也不是事 我要不然把工作给辞了 不是不是你别担心啊 不是你辞了 不是你辞了 我小时候理想是当解放军 还有科学家 见着你之后 是立志想当一个四郎 你知道吗 谢谢 那好点没有 没有 还得住几天哪 什么病啊 医生说她得了产后抑郁症 小语啊 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啊 迪娜阿姨现在得了这个病 情绪很不好 所以我想等她出院之后 你能不能 去我姥姥家住一天 不去 小语 去那儿顶多就住两三天 时间一长肯定给我赶回来 我姥姥的思维方式就是 只要我不住你这儿 肯定你就把全部家产 都给批批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决定 我立马就出国 立马 立马怎么出啊 这美国的学校 十月份才开学呢 不是去美国 大哥 您这都哪儿弄来的呀 是不是跟你真的差不多 不是 这就是真的呀 不是 对啊 那就对了 不是 这 这 这能成吗 这 这能成吗 这能成吗 什么成不成的老外 你这懂个屁啊 你有毛病啊你 不是 我是说一个 这是假证啊 你听我说 我说我就说 佐童要在哪儿这儿 他讲两种非啊在这儿瞎讲我弄 你弄真正的 这是假证的干什么呀 你弄真正的 喂 喂 爸 我小语 对 你不是在家吗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什么呀 我已经在机场了 我就是跟你道个别啊 什么 你说什么 老张 送金千里终有一别 你放心 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 你就照顾好弟弟 老老的老爷 行 是这样吧 我差不多了 我该登记了 不是 小语 什么意思你这是 你 你 你自己就跑了 你 你提前赶了机票了你 行 再见了 喂